蜘蛛侠彼得帕克居然将犀牛人活生生咬死 名为肉球的反派在一家餐厅内吃了25名人类 他们如此反常的行为并不是变成了丧尸 而是感染了病毒变成了失去人性的食人魔 几个月前惩罚者在码头阻止了一起武器交易 但那场武器交易的居然是名为 幸存者118的生化药剂 惩罚者意外打破并沾染上大量药剂 而剩余的药剂则是通过排水区流入了循环系统 一段时间后蜘蛛侠变成全世界首位失人魔 神奇四侠们立即抓住蜘蛛侠并把他关押在牢房里 结果他不仅逃了出来 还和野兽一起吃掉了皮鲁波士 之后惩罚者和金当狼与蜘蛛侠大战一场 结果蜘蛛侠居然撞破落地窗直接逃走了 就在这时候神奇先生发现这场战斗还未结束 因为被转化成食人魔的石头人出现在他们身后 拿好炭烤蜘蛛 炙烧蜘蛛 椒盐蜘蛛 水煮蜘蛛 红烧蜘蛛 白切蜘蛛 油炸蜘蛛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此时此刻金当狼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彻底完蛋了 因为病毒正在快速把所有人转化成食人魔 就例如石头人和桑德拉以及女工浩克 他们三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居然变成了食人魔 而且此时的他们鸡肠鹿鹿鹿准备大吃一顿 就在这时候金刚狼罗根站出去想劝一劝石头人 表示在场的各位都不想伤害他 只是想找到办法治愈食人魔这种病 结果话因为露 石头人瞬间一拳打中罗根的面门 罗根瞬间被打飞出去 惩罚者趁机跳跃躲开 与此同时桑德拉和女红浩克也出手了 惩罚者立即站起来拿枪拖怒砸靠近他的桑德拉 但是桑德拉那强悍的肉身根本无法破防 同时女工浩克也在攻击神奇先生里头 彼得只能不断扭动自己的身躯来进行躲审 食人魔的野性和疯狂是罗根和惩罚者都叹为观止 但正因如此 他们才必须要对抗食人魔 只见惩罚者突然掏出两颗手榴弹并朝着石头人丢了出去 下一秒站在最前面的桑德拉和女红浩克同时被手榴弹炸中 站在比较后方的石头人纹丝不动 只是暂时被制谋 等爆炸结束的那一瞬间 罗根已经冲过去切中石头人的腰腹 看见这一幕的彼得还是被吓坏了 而罗根知道手榴弹和刚才的一爪子弄不死石头人 但这也是罗根对石头人最后的警告 罗根和惩罚者纷纷露出武器威胁石头人 告诉他现在做出明智的选择 但是石头人听了后却感到十分不屑一顾 石头人大喊着这就是自己的明智选择 并把搀扶着自己的女红浩克丢了过去 这一瞬间惩罚者也将自己手中的手榴弹丢过去 下一秒手榴弹发生威力巨大的爆炸 石头人则是趁爆炸的时候朝大沙外套出去 等爆炸结束后 这场战斗也以罗根他们的落败来劫武 原本以为惩罚者的到来可以逆转局势 但现如今却输得那么彻底 罗根询问李德是否需要去追杀石头人 李德从蜘蛛侠制造的简里救出被关在里面的特查拉 然后表示石头人变成食人魔的确让他备受打击 但石头人并不是这场事件的关键 醒来的特查拉也同意李德的说法 现在要做到是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然后继续研究如何对付食人魔病毒 这时罗根提议不如撤离到瓦坎达去 却不料身为瓦坎达国王的特查拉难过的回答 已经没有瓦坎达了 原来食人魔病毒也在瓦坎达大规模爆发了 而特查拉的妹妹舒瑞公主带着难民逃到了新泽西州 但也是在这个期间特查拉和舒瑞失去了联系 他们现在必须找到舒瑞所在的营地 舒瑞有一架昆士战机 可以把科学家们和设备带到安全的地方 一个新的实验室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 神奇先生表示肯定是石头人变成了食人魔 然后打破了牢房就出了蜘蛛侠 所以也就导致了这座大厦彻底沦陷 特查拉一开始还在阻止变成食人魔的女工Hawk 但是她太强了 特查拉没能战胜她 随后自己突然被变成食人魔的野兽袭击并晕了过去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 石头人和野兽瞬间就被变成了食人魔 如果这个病毒能够发作得这么快 那么在场所有人随时都可能变成食人魔 就在这时候惩罚者拿起一把刀割开自己的手臂 然后让流出的血液流入眼前的容器当中 惩罚者表示接下来的事情已经失控了 不管怎么样接下来都交给李德想办法 而他唯一能帮上忙的则是提供自己的血液给李德做研究 同样他会负责去猎杀逃跑的蜘蛛侠 李德立即表示他希望能够让蜘蛛侠活着 因为还需要蜘蛛侠的血液做研究呢 惩罚者表示没问题 李德要多少都有 神奇先生表示现在得聚集所有还存活的科学家 然后把他们都送到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市 因为那里有神奇四侠的临时基地 李德的妻子苏珊和孩子都已经去了那里 而且舒瑞也有可能已经在那里等他们 神奇先生李德表示那个基地还有一个仓库 存放着旧款的研究设备 起码能用于研究 现在的他们必须尽快展开研究工作才行 紧接着罗根和李德以及特查拉搜寻实验室 希望这个实验室里还能找到一些能用的设备 现在他们原本研究出来的数据全都损毁了 想要抢在食人魔吞没地球之前拯救世界简直希望渺茫 但无论如何他们现在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实在是穷途末路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那便是研制出针对食人魔病毒的新病毒 以毒攻毒灭杀所有食人魔 而李德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石头人一直趴在大厦墙壁上偷听他们说话 现如今整个地球都变成了食人魔的天下 所有人都被迫加入这场食人魔的狩猎游戏中 人类狩猎食人魔同时也被食人魔狩猎 每个参与这场猎杀的人都只能选择成为猎手或者杀手 或者成为捕食者和被捕食人 在神奇先生李德和罗根搬运研究器材的时候 零号患者蜘蛛侠正倒挂着在偷看他们的行动 很快惩罚者和部分英雄召集了许多幸存者 曾经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 但如今只要不吃人 那就都是同伴 当然还有没有加入这场猎杀游戏中的人 毁灭博士杜姆在窥探这个世界 有可能是打算来个瓮中捉鳖一网打尽 但不管怎么样情况对人类来说很不好 食人魔的数量在快速增加 人类则是在减少 另一边石头人找到食人魔大本人 然后把自己偷听到的话全都告诉了食人魔首领 食人魔首领很好奇石头人为何要找他合作 石头人表示自己一个人弄不死他们 但是他很愿意看到他们血流成河 于是食人魔首领决定同意和石头人合作 另一边罗根催促李德赶紧跟着大部队离开纽约 特查拉和科学家团队已经准备一起撤离了 此时的实验室牢房里关押着在爆炸中幸存的女红浩克 李德表示自己曾观察过许多不同的平行宇宙 但是并没有看到哪个世界被像这样的东西毁灭 所以他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能否拯救世界 罗根安抚李德 表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罗根相信肯定能够找到出入 但李德担心这种东西万一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吗 如果食人魔的存在就是注定要毁灭这个世界的 罗根表示自己并不相信这种话 他不会放弃的 他不相信一切都会毫无意义 而且地球还有起码一半的人没变成食人魔 这些人都在为了活下去而在抗争 所以罗根认为起码要拯救那些还在努力的人们 之后纽约幸存的超级英雄和还有理智的反派聚集在一起 护送幸存的平民们通过大桥前往纽泽西州 但是人太多 队伍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猎鹰发现食人魔大部队正在朝着大桥赶来 特查拉表示英雄与反派们会守住大桥 直到所有平民通过 但是猎鹰表示他不觉得大家能够守 并伸手指向大桥的另处 而特查拉看见大桥那一段出现的食人魔后都吓呆 因为食人魔大军的领袖居然是浩克 一个独自一人就能让整个复仇者联盟都害怕的存在 变成食人魔后的他丧失理性肯定更难处理 特查拉和美队看到后都愣住了 此时帽头表示自己都被吓尿了 紧接着罗根伸出力爪切割在大桥的柱子上 然后他站在最前面对身后的英雄喊道 好吧我不喜欢演讲 所以我长话短说 科学家队伍的撤离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得守住这条防线一个小时 杀光任何试图冲过去的人和东西 演讲结束 浩克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对身后的食人魔大军说道 砸碎他们 吃了他们 此时立即吐槽浩克的演讲比罗根的要好 但罗根表示他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还有猫 紧接着霹雳火按照罗根的指挥一飞冲天 并在空中朝着地面投射下凶猛的火焰焚烧食人魔大军 一瞬间大桥的入口位置立即化为一片火焰 浩克发现自己瞬间少了一大部分的走狗立即乌 当即双掌一拍爆发烦烈的冲击波将霹雳火震飞出去 霹雳火瞬间失去控制飞向涌发 现在人类这一方暂时损失一名重火力轮将 李德看见霹雳火的情况也是感到十分担忧 无论是英雄还是反派 现在他们都代表人类一方 在美国队长和罗根的带领下朝着食人魔冲锋 大量英雄和反派十分复杂地交战在一起 而金刚狼罗根则是十分精准地找到浩克单挑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连美队都变得疯狂起来 他拿起盾牌不断斩断食人魔的脖子 惩罚者也手持双枪在火海中不断对食人魔开枪 这一刻仿佛全员都已经陷入了彻底疯狂 另一边霹雳火砸落在地面上身受重伤 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死去 越想越愤怒的他在重伤状态再度燃起熊熊烈火 此时人类和食人魔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因为他们都一样疯狂 并互相残杀对方 此时的金刚狼爬上浩克那高大的身躯攻击浩克 他曾经和浩克打过许多次 但全都没能得出结果 突然浩克一击重拳怒砸在罗根的身躯上 如果不是因为艾德曼和金骨格的支撑 罗根早就死了 罗根知道浩克是越愤怒越强大的存在 但没有人能够知道浩克的愤怒能达到什么程度 他现在就觉得浩克此时已经比以往都要强大 就在这时候耀眼的火焰光芒照耀大桥 是霹雳火不要命的再度飞了回来 而且这一次他无比愤怒 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他在大桥的上空不断提升自己的火焰温度 霹雳火不断大声咆哮了 他的愤怒无人能倒 凶猛的火焰与高温像的太阳一般灼烧着一切 也是在这时候浩克单手把罗根抓了起来 他完全不顾自己身后霹雳火爆发出来的火焰 张开大嘴直接咬在罗根的手臂上 下一秒霹雳火释放的火焰彻底失控开始发生爆炸 大桥上的金属建筑在高温下快速融化 而罗根的左小臂也被浩克用力直接从关节出城了 随着爆炸结束 霹雳火牺牲了自己消灭大量丧尸 但浩克和断臂的罗根成功从爆炸中幸存下来 人类一方很幸运 虽然牺牲惨重却也拯救了所有幸存者 紧接着桥上被砸出一个大洞 奄奄一息的罗根从桥上掉入下方的海水里 这场战斗对于人类来说算不上一场胜利 因为虽然人类撤离了 但并没能阻止食人魔 人类损失大量战斗力 而浩克没有被杀死 他仍旧可以带着不断增加的食人魔通过大桥 另一边被烧焦的金刚狼尸体缓缓浮出水面 此时美队还有惩罚者成功找到了罗根 罗根拥有自愈能力 不会轻易死去 所以他们还是选择救回罗根 两小时后美队向醒来的罗根讲述了全过程 起码目前李德和科学家们都暂时安全了 只是不知道为何救援船迟迟没有出现 醒来的罗根询问自己的手臂去哪 惩罚者表示浩克拿他的手臂当玩具 一听到这 罗根恨不得立即弄死浩克 美队很好奇罗根的左臂还会不会找回来 罗根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以前是会找的 惩罚者立即嘲讽地说道 最好是能找出来 不然战斗的时候给我们拖后腿 听到这番话 罗根立即伸出右手力找要和惩罚者打一架 此时在一旁吐槽 我讨厌爸爸妈妈吵架 惩罚者看着罗根内断了一截的爪子 表示自己愿意和罗根打一架 但美队并不同意 他赶紧把俩人拉开 表示世界末日都要来了 还有时间内讧吗 现在他们要做好保护人们的英雄才行 罗根表示美队说的对 但是光是浩克就够难解决的了 而且浩克还会和更多的食人魔连水 美队表示罗根说的对 所以他们需要去收集关于浩克的信息 而去到浩克那里收集信息的自杀任务 现在只有一个人最合适 此时顿时傻眼了 居然是派他去打探情报 又是一个小时候 浩克已经召集了一大群食人魔 而且他还让这群食人魔们 跟着自己大吃了一命 石头人表示没能找到那些人类 很可能是隐形与苏珊把那些人都藏起来了 但浩克表示没关系 迟早会找出来的 等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会大吃一顿 浩克拿着罗根的断臂不断打 他还想要和罗根再打一场 再狩猎一次 于是浩克对着所有食人魔们振臂高呼 他们必将杀光所有人类 吃光他们的肉 而死士则是蹲在一旁的屋顶上围观这一幕 他甚至还在和自己脑海里的旁白聊天 此时的死士掀开自己的面罩露出了扭曲的面 并肯食着一块人类骨头上的肉 原来死士早就变成了食人魔 并藏在人类的队伍里 视角回到人类这边的基地内 他们现在有科学家也有设备 只要能有更多时间就能进行病毒的研究 罗根询问黑豹特查拉 他妹妹的昆士战绩怎么还没来 特查拉表示舒瑞已经和他失去联络 很可能已经变成了食人魔或者被杀了 当然也有可能躲在某个地方为活下去而战 罗根还想道歉 但特查拉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 卢克凯奇去到没被电磁脉冲波及的地方寻找货车去了 现在他们要做的是拖住浩克和食人魔大军 让卢克凯奇的货车能够赶回来接走所有人和设备 现在他们得知的消息是浩克也不敢独自离开食人魔队 食人魔们大部分都没有飞行的能力 所以食人魔大军唯一能走的就只有牛瓦克湾大桥 因此他们要做的是在人们撤离后炸毁大桥 把食人魔们无法通过海湾大桥追杀过来 就在这时候此事突然出现 吓得惩罚者美对罗根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此事走进来表示自己还真的收集到了一些情报 浩克派出许多手下在寻找人类藏在哪里 并且食人魔大军正在朝着另一处海湾大桥前进 英雄们一听觉得机会这不就来了 他们可以提前到那座大桥埋伏食人魔 而黑豹特查拉则是无法一起战斗 他得带领科学家团队们准备撤离 而这一次得的撤离需要他们拖延食人魔4小时 惩罚者表示光靠盾牌和拳头是坚持不了那么久的 美对让惩罚者放心 他是个灵活多变的战士 随后美对开始挑选自己心意的武器 另一边罗根闻到死士的身上有人类的血腥味 死士还想辩解说自己可能沾了血后没洗澡 但罗根其实早就知道死士变成了食人魔 死士听到罗根这番话后陷入了沉默 他没有反驳而是默认了 罗根表示他能够感觉到这种病毒潜伏在每个人的体内 而他自己没有长出左臂也是因为自己也正在发作 但是他和死士不一样 他们有自愈因子 刚才他们和美对制定了一个计划 他们身为英雄理应去完成任务拯救世界 所以他希望死士能够保持清醒控制住病毒 罗根靠近死士看着他的眼睛深情地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我选择相信你 别让我后悔做出这个选择 过了十分钟后 美对惩罚者罗根死士来到食人魔聚集地 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浩克的身影 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进行猎杀食人魔 而罗根觉得浩克既然不在这里 那浩克可能在跳过了大桥 独自前往人类的基地狩猎人类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美对似乎有些不舒服 金刚王罗根打算独自去找到浩克并阻止他 但惩罚者不同意罗根独自去追杀浩克 罗根觉得必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 而惩罚者他们在这里阻止这些食人魔杂兵就行 这一次罗根再次大战浩克感到很自信 他甚至想要拆了浩克的脑袋挂墙上当装饰 于是惩罚者让罗根带上死士这个怪胎一起去 罗根表示这里的战斗会需要死士的 但惩罚者突然十分严肃地说道 他只是一头还没被我的子弹打死的猎物 罗根很不喜欢惩罚者的这种说法 他认为惩罚者太极端地把人分成黑语 但是这种做法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惩罚者并没有退让说道 把这个怪胎弄走 不然我现在牛弄死他 于是罗根也没有继续和惩罚者争吵 而是带着死士一声不吭离开这里 他们不断朝着大桥的另一端奔跑寻找浩克的身体 死士很好奇惩罚者是怎么发现他变成诗人魔的 但罗根认为惩罚者只是单纯讨厌死士 罗根表示自己也讨厌死士 但起码就目前来说他遇到了那么多妖魔鬼怪 死士是和自己最像的那个人 这一番话说到了死士的心坛 甚至让死士脑袋当机思考了一回 就在死士打算对罗根说点感动的话时 罗根立即让死士住嘴 他要是敢送花和示爱 罗根就立即把死士切了胃给浩克 死士吐槽 好的亲爱的 我马上闭嘴 罗根听了一阵犯恶心 表示死士再说一遍就直接剁了他的小死士 很快他们发现马路上出现了浩克跳跃的脚印 经过一番寻找后他们并没有找到浩克的身影 这是好消息 现在卢克凯奇的货车肯定到了 现在应该正在转移人员和科研设备 结果话音未落 他们立即看见远方有一个身影朝他们行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被砸出大量烟尘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自然是等候多时的食人魔浩克 食人魔浩克笑着表示他要吃掉罗根 他要吃掉所有人 然后占领整个世界 罗根立即伸出爪子打算和死士拼死战斗 因为他们俩都知道肯定是打不赢浩克的 所以他们要做的是拖延时间 此时此刻就在不远处人类躲藏的基地 所有人都在快速往卢克凯奇找到的货车上搬运东西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对他们来说很宝贵 罗根和死士看着眼前巨大的浩克感到压力十足 但没有办法 他们必须战斗 另一边惩罚者和美队也端起了火箭炮 随着火箭炮在食人魔队中爆炸 这场战斗在这一刻彻底打响 此时的罗根和死士俩人联手对战浩克 但是他们的武器打在的浩克身上并没有太多伤害 反而浩克一拳直接将死士打飞出去 直接贯穿车辆 死士倒在地上晕死过去再也没了动作 而罗根直接爬上浩克的身躯贴脸开大 另一边惩罚者打完火箭弹后端起机枪连续射击 而美国队长居然痛苦地抱着脑袋蹲了下去 惩罚者大声询问美队这是在干什么 食人魔就要冲过来了 而惩罚者立即发现情况不对劲 他看着美队已经猜到了情况 原来美队体内的病毒发作让他正在变成食人魔 但他的意志还在努力对抗病毒 他不想变成食人魔那样的怪物 所以他请求惩罚者能够帮他解脱 随后美队撑着盾牌背对着惩罚者 而惩罚者也拿着枪瞄准自己这辈子最尊重 他严肃地对美队说道 浩克一拳将金刚狼打飞出去 多亏罗根的金属骨骼 他才没有立即死去 浩克快速冲向倒在地上的罗根准备再度出拳 结果在拳头落下的那一瞬间被罗根的爪子刺穿 罗根用力抽出自己的爪子并再次蓄力 随后他一跃而起直接将爪子刺入浩克的大脑内 这一招对于绝大多数超能力者来说都是致命的 但是很可惜 对于浩克来说并不是 下一秒罗根再一次被浩克打飞到远方 随后浩克冲进人类的基地准备大吃一顿 结果他发现这里居然空无一人 此时罗根砸落在地上奄奄一息 而在他的面前是大量的卡车在快速逃离着 罗根成功了 拖住了浩克并让人类成功逃生 另一边惩罚者的任务也完成了 他成功拖住所有食人魔并灭杀了大部分 视角来到两年后的北极 幸存的人类全都躲进了在北极建造的基地面 在两年的时间里 李德和特查拉一直在研究解药 这些年来他们已经无限接近了真正的解药制成 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有大量幸存者被带到了这里 神奇先生李德敞开大门 欢迎着足足54名幸存者的到来 他询问食人魔有没有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只见满头白发的金刚狼罗根走进基地内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抵抗了食人魔病毒并找出了左手 罗根看着李德说道 区区食人魔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下期视频 食人魔爆发时 复仇者联盟在干什么呢 鹰眼大战毁灭博士 世界末日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吧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可以点个赞投个币和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你的每一个点赞关注评论都是我前进的动物 拜托了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